定期要上角立即关注,更多健康内容不再错过,不定期惊喜送给你。 未来的早期症状,未来已经成为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,一旦患病治愈的可能性很低,所以早期发现和早期预防很重要。 那么未来有哪些早期症状? 下面一起来看看未来的早期症状,未来的早期症状和前兆急速后病发症。 未来的早期症状,一,伤肤保障不适应,这种感觉与进食时更加明显,通常见少量食物及有保障感。 病人不再多想进食,且长般有暖气和恶心,由于位置多在肚脐下或天溜的地方,因此有时会被误诊为胆囊疾病。 这也是未来的早期症状,二,食欲减退,消瘦,法力,这也是一组常见,而又缺乏特异性的未来早期症状,食欲减退如果与位置多症状同时出现,并可以排除肝连食,由因引起重视。 还有些患者因在禁食后出现腹脏,矮气而自动限制日常饮食,致使体重下降而消瘦,法力。 三,恶心,呕吐。 未来的早期症状,可出现是后保障感,并发有轻度恶心,严重者可能伴随分门或肿瘤,并且开始可出现即时不顺,就于恶心。 呕吐会逐步发展为吞吊困难和食物反流,胃癌进一步发展,科技幽门等组而出现呕吐。 四,心窝补空心痛,这种痛不严重,和忍受,与进食没有关系,安静休息时容易表现出来,这也是胃癌的早期症状。 五,呕血经忒变,胃癌术后病发症。 一,术后刀口疼痛,一般在拿着药物的作用消失后,会感到刀口轻度疼痛,一到二切内可真词足三里,内观,天书学,配合位于三阴交等学位止痛,也可行耳针止痛,疼痛严重者可用镇静止痛剂,如三到四切后刀口疼痛加重更为剧烈,要及时报告医生,检查刀口,注意是否发生感染。 二,术后腹痛,一般较轻,如术后三肩不减轻,而且加重,半恶心,呕吐,腹胀等,注意有无常梗塑或腹腔感染,应及时检查并给予处理。 三,术后腹胀,手术中未及肠管受到较多刺激,是未肠蠕动功能受抑制,而日消化到机器过多引起腹胀,大多在24到48小时后,未肠蠕动自动恢复,腹胀也随之消失,也可真词足三里,三年要等学位,促进腹胀消退。 四,术后呕吐,一般不会有呕吐,如果发现频繁的呕吐,您注意呕吐物的量和颜色,已确定是不是发生成整组或吻合口出血。 五,刀口及饮流物处理,术后二到三日刀口疼痛消失或减轻,六到七日伤口预合可以拆险,对于全身营养状况差,负压较高,或有接口感染者,经必要处理后可延长拆险时间。 有的胃癌手术时,设置引人管引流,多的术后一周左右,引流液很少后拔除。 总之,胃癌患者在患病期间一定要养成好的饮食习惯,如发现胃癌的早期症状,一定要及时就医,以免耽误病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